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今天是老兵节,国内叫光棍节 这事儿11月11号 这事儿放在一起呢 如果人家会思考的人就觉得这有点别扭 在今天同样在老兵节的时候呢 习近平,中国人大常委 直接下令就把四个香港的立法会的议员就给开除了 立刻轰回架,立刻轰出议会大门 那香港的议会 他是由香港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你信不信呢,人家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 结果现在呢,香港议会就不存在 就变成了是北京立战书控制了人大的一个分支机构 应该讲比深圳那种议会还要差 深圳的议会不会经过议会了 深圳的这个人大常委或人大委员 人大常委的话,或者说广东省的人大常委 人大委员的话 他不会经过这个中央人大直接开除轰架 人家现在香港直接开除轰架 也没有什么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这个那 人家直接了当就干了 香港不存在 四个月的时间基本就全都给吹 基本全都摧毁了 我们曾经看到过的 甭管是反送中 甭管是我们看到在 这个 去年2019年在整个香港发生的几百万人的游行 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曾经的历史事件 曾经的过去,曾经的香港 那也就从这个1997回归之后 我们看到在2020年一切东西都结束了 这是一种结束的标志 因为没有任何人也不会想到说 是由北京的人大常委 人大委员会下命令 开除了香港的四个立法会的议员 在有关这个林郑月娥推迟今年的香港立法会的选举的时候 有些民主派的立法会的议员就主张离开 因为已经不存在 当时的原因是因为在推迟投票选举之后 因为他们知道胜不了 那人大常委就下达一个命令说 把这一届的 因为这一届的都已经到期了 把这一届的立法会的议员往后延 等于是延长了他们的任期 这种概念都是完全违反基本法的 违反基本法 违反宪法的 也就他表现的一切都是权利落 在那个期间的时候 当时的民主派的立法会 民主派的议员们还在争论 是留下来好呢 还是这个离开好 因为当你留下来之后 你等于是给人大常委 给北京的人大常委背书 你承认他是你的主管 留下的立法会的议员 在当时的真正的宪法的理念中 他已经承认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假的 而且在整个立法会本身的 产生不了太大作用 有几个人离开了 大多数立法 民主派立法会的议员留在里面了 那我们当时的节目当中 完全都集中在大疫情 集中在美国这边了 所以我们很少去讨论香港 就像我个人说的 香港的事情 从这个港版国安法出来之后 就过去了 从说全了说 2019年结束之后 香港的事情就结束了 香港整个产生作用结束了 他在天灭中共中的历史责任 已经走完了 我们现在看到发生的 就是三块地方 香港 台湾 美国 在这样的三块地方 都与中共国完全相关联的背景之下 完成他们自我的进化跟分割 香港的经历了2019年 一年的风波 已经完成了他的 这个每一个人在其中 都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了 如果你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是神会考验的每一个人 而不是团体 政府机构 不是的 所以在香港 整个在去年的一年时间里面 是每一个香港人 他就会要给自己答案 是游行还是不游行 对不对 游行 反中共还是不反 就像现在的美国大选 同样 当你选择共和党的时候 你选择的是传统与神同行的 这么一份东西 当你去依附于民主党的时候 你选择的 选择的是与中共 等同价值观的生命的选择 那现在的概念 出现这种法律的概念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走向了人的层面 是一种修正的过程 那香港当时出现这种状况之后 我们曾经分析过 跟大家讲过 就是香港人历史的任务 我以为与神同行的历史任务 完结了 在港版国安法之后 通过之后呢 我们看到有12个人 有12个人想逃到台湾去 结果就被抓了 那是人家设的局 开船的收钱的联系的 全是人家公安的 全是人家公安跟香港警察设的局 那我们当时就明确跟大家说 不要动 其实香港人们现在就不要动 那你现在有条件 你有条件 你说我移民到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你家里有条件 那你就这么很正常的走 不去碰任何 因为今天在香港笼罩了 那是魔鬼的力量 而香港人完成了他的选择 那现在在美国呢 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 表面上虚假宣传的一切 今天的所有这个主要媒体 我们通常说的主流媒体 今天几乎所有大家知道的知名的大公司 包括现在的药厂 包括制造出来疫苗的药厂 这些大的机构都是诸咒为虐者 都是诸咒为虐者 都在其中显现出他们个人和权力者对川普的恨 七宗罪当中的罪恶的一条罪 用了对个人的恨 去把这个国家 把整个美国人带入了这个沼泽之地 带入了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思维和生命认知上 就出现这种场面 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容 蓬佩奥 蓬佩奥在昨天下午两点多钟 在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 被记者问到有关这一次的大选问题 有关权力交接的问题 那他作为这个国务卿呢 整个国务院呢是归他管了 所以他当时的回答很有趣 他说我们正在进行权力交接 我们在进行权力交接 要把整个这个 要把我们所有的工作转向 川普政府的第二任期 明确就这么说的 转到川普政府的第二任期 这个话说出来就整个就哗然了 他是美国 他是美国政府当中的三号人物 是美国这个这个行政部门 执政部门的最高的领导人 通常美国在法律上 是有这规定的 就是现任的政府官员 对大选不能有任何太多的 不能有任何意见 那他自己讲法呢 这个讲法就很特别 对吧 你是问我工作权力的转移 那我就得回答咯 那我现在要转移到 这个川普的第二任期 结果当时呢 那个问问题 那个记者就又问到说 那你现在在宾州 在很多州 我们看到的故事 基本都是拜登领先的 对吧 那拜登在法律上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一个州 还成立他的 现在承认他的 都是跟他等同的 与鬼同在的价值观的主流媒体 是这么个 这事咱就得说清楚 是这么来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被问到这个问题 蓬佩奥直接讲说 在我能够理解到的 今天对美国人负责的 对这个国家的选举制度负责的 就是要求每一张合法的票 必须要计数 合法的票必须要计数 那在美国社会中 这一次投票中 有多少票是不合法 不合法的票 全都在拜登身上 不合法的票 全都在拜登身上 所以他出现的结果就是 拜登的票数 创造了美国投票历史当中 最高的得票数 但是里面有大批的 以万来计数的死人票 大家要 我觉得大家要明白这道理 在去年的10月1号 习近平招鬼上身 到了今年的美国大选 拜登用了鬼人票 这个死人票 这是对应的 今天人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空间的时间的 跨越的概念 这是对应的 他们有着等同的价值观 等同的价值观 等同的生命属性 那我以为这就是 在美国社会要经历考验的 一个根本缘由 所以蓬佩奥昨天的说法 就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他标志什么呢 标志的是 9号 10号 今天11号 11月9号 10号 美国政府当中 最主要的官员 都有所表达 对目前的态度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